4月23日,第133届广交会二期在广州开幕 继1.2万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日用消费品、礼品、家具装饰品等轻工产品 千方百计开拓海外市场 在展馆内,中国参展企业纷纷展出新产品,展现新技术 记者在现场看到,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冰敦敦、雪融融陶瓷版也出现在展台上 来自福建泉州的顺美集团,是这对吉祥物的特许生产商 据该集团总经理郑鹏飞介绍,他是一名老广交 1992年他带着陶瓷样品来到广交会,认识了首个德国客户 从此开启海外拓展之路 本届广交会二期刚刚开幕,就吸引了许多境外采购商前来洽谈合作 我是92年就开始参加广交会 所以说我是参加广交会,从中受益 当时第一次来广交会,也是可以说拿到了第一桶金 碰到了客人 我到现在已经参加了50多届了 所以说广交会对我影响一生走来是非常大的 一直以来就是我认为说能以词为美,认识更多的朋友 弱大的广交会展馆中,带着浓厚中国风的古典家具 从各式各样的现代家具中脱颖而出 进入该展位犹如穿越回明清时期 据宁波百福古木家具董事长钱国林介绍 从历届广交会的销售情况看 中国风的家具产品备受境外采购商欢迎 因其蕴含东方古典艺术之美 面对日渐激烈的国际市场 中国家具业需往中高端市场走 以户外休闲家具公司展出的遮阳棚遮阳伞产品 吸引众多采购商拍照咨询 该企业供应链副总监谢燕群表示 中国家具企业要从质量、价格、交付周期三方面去提升 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 我们是从我们的产品上是一个差异化 去吸引我们的一个客户的眼球 那我们自己一个产品的性能 包括我们自己产品的外观 像我们这个棚的亮点就是七天交付 从下单到我们的交付就七天 现在有数字化、信息化时代 所以我们很多的就是包括制作工序 包括一些产品的流水线条 然后就是更多的融入了一些说字化、信息化这个元素 据悉,本届广交会二期线下共设置18个展区 展览面积达50.5万平方米 展位数量超2.4万个 与疫情前相比,增幅超20% 据广交会新闻中心介绍 本届广交会一期累计净馆人流量超过126万人次 出口成交128亿美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